這個分享其實上非常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友達 除了面板做得好以外 他在企業社會責任上也進了相當大的努力 包括對農民 或者是說剛才有提到的 對未來學習的學習方向 都有一些引入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智庫 我們請林秀雲所長 就是海外經濟研究院的智庫 來跟我們做個分享 在座的長官還有 各位企業的先進大家午安 早安 因為我下個月要去美國 所以早上以他早些入盤還沒錢 所以不要晚到 那我今天說話非常大 因為第一次聽到這個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對我來講 但是在之前呢 我去年曾經參與過一些 一些討論 是來自Microsoft 跟加拿大的在台協會 他們辦的一些社會創新 所以我談的東西就跟我們在台社會企業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為了這個事情 就是說去參與加拿大他們在台協會 所辦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學到非常多他們這些國際型大企業 怎麼看待 南方就是地球 南半球的需要這件事情 他們嘗試去想辦法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在這個同時我去了一趟日本 也遇到一些研究社會創新的學者 他就跟我談了一些個案 那我非常感動 因為他們的社會創新就是說 針對他們一些比較便宜地區的一些需求 那當地的這些社團 他們怎樣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持續的商業模式 來讓它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從這些個案裡面 我就發現到說 或許這個概念在台灣 應該要更廣大的去推广 不過在省畏之後才發現到說 農委會已經開始動了 他用一個社會企業的概念來推 那跟各位做一個廣告 我們在8月30跟8月31日兩天 會在國家徒書館 因為從經濟部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情 那這是我們每一年必須要辦的一個研討會 所以往年都會有不同的創新的概念 已經含糊 我們今年底的脈絡是社會創新跟產業結構 那為什麼用這樣的概念 好像感覺上就是兩個不搭桿的 其實它是我覺得目前整個判斷起來 台灣產業結構需要去處理的一個大問題 也就是說他剛才從許執行長有提到 包括或者是說 有他這位會不理所提到的 我們台灣其實因為經濟發展的關係 那它已經讓文越來越上文道 法治的條件 社會爭議的問題 環境保護的問題 那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 都是帶來一定成分的成分 那我記得最近看到那個 施政龍司機長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他說其實 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發展的脈絡裡面 很重要是你要讓成分提高 一聽到可能對台灣人來講 他都沒辦法接受 但是他說成分提高 你才會讓你的員工的價值 可以真正的發揮 他才會真正創造更高的價值 他會讓員工感到更新 所以他把這個概念放進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就符合說 我們剛剛在談 我們有很多社會外部 這種外部經濟 比市場外部經濟的一些問題沒有去解決 我們今天把它納進來解決的時候 確實成分就會提高 而且你必須要更以自己的專業能力 去創造這些價值 那剛剛從徐總經理談 這個Posona的個案 我就發現到說 其實他是利用一個 非常巧妙的一個概念放進來 就是嘗試著去媒合這個社會上面 沒有價值該發揮 沒有發揮的那個環境 我覺得這是非常漂亮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那個地方 其實你從整個國家的底線來看 市場經濟裡面來看 其實你要往前去走 最重要就是你要讓它價值充分地發揮 這個價值來發揮是可以破壞它的成本 那只要是這樣的方法 其實它都有資格往前走的一個可能性 那在這個地方 我又看到剛剛徐總經理談的另外一件事情 這跟大家很多在座很多做人資的先進相關 其實任何一個員工 當我們要持續讓他在工作崗位上 持續往前移動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 他必須要自我實現 你不能夠只給他薪資 那很多像退休的人 或是在員工 在企業可能待很久的人 其實他所期待的不畏之是行之而已 他期待的是創造更多的貢獻 那這個時候社會創新 就解決社會問題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approach 所以在這裡呢 我的看到這個加拿大的想法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說 其實他們確實常是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他們希望他們有一些員工 可能去南半球尋找一些 他們現代能力 就像剛剛有他這位委會所談的 他們去尋找這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他們身上的技術或能力可以解決的 其實對這比他們的員工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improvement 所以他可以發現到說 他對這個整個人類的發展 裡面有很大的貢獻 那他是不是只有停在這裡呢 我們在談CSR 大概就只有談到說 他可能只是一個certificate 或者是一個企業的傾向 但是當你把這個 剛剛排的這種概念 回到企業內部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他可能所帶來的是 你會讓你長期擁有的 這個聘用優秀的員工 可以長期留用 因為你不是只有讓他得到 生活上面心智上的滿足 而是你鼓勵他 從另外一個角度 對這個生活有一定成功的貢獻 這是一個對員工流用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對於這些國際型大企業 他們這樣子做 另外一個概念是在說 他其實是讓這些員工 面對一個新的問題 讓他用一個新的模式去解決 他可以讓這些營運模式 不是只有單純思考 他原本工作上 日常日常的活動力 他可以從這個新的一個挑戰當中 其實是一個解決物理的權利 如果再進入去看的話 他其實可能是在台灣產業裡面 最需要的一件事件 那產業幾十年來 大部分都停在這種地域 強調成本的改善 強調大規模的生產 那我們為什麼不讓我們的 這種讓我們的這些企業 去多接觸這種社會上面的需要 他是去瞭解社會需要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脈絡 我們台灣其實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的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以前談開放創建 大家都只談什麼 你要多一點各個學校的概念 所以台灣能講 可能不是只有這樣 我們要讓台灣的這些企業 多接觸 Demand side 你要去多了解社會端有需要是什麼 你今天做的產品 你可能貼近這些社會端的需要 那這些東西 你看流用員工 讓員工能有更好的這個 自我實現的機會 你讓他去培養 解決新問題的一個能力 你可以讓你的企業 有更多的接觸這種新的社會需求 嘗試去了解社會需求的可能性 這些東西都不是CSR說的 它都是給企業額外的企業 是讓企業轉型的一種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 大概就是從這些想法 我覺得我們在 我們希望有一個演講會 從 這個 國際的一些大企業 從國家的 某些國家的政策來看 那我們怎麼樣把 帶動這個社會創新 能夠移動到我們的企業 它能夠讓他們有帶動轉型的可能性 那這是我們現在嘗試在做的 那跟各位再說 這個日期8月30和8月31 謝謝 我們謝謝林所長給我們這些分享 從這個地方 因為昨天看到一個消息是不太好的 就是台灣的經濟連續 六個月四個月都是衰退 對 就是都是難能的 那其實這個現象也代表說 一個現象是台灣在 在mess production這個領域的作業 可能開始已經要面臨轉型 而且這個轉型是外界給我們壓抑的 而不是只有台灣自己的 就是說這些壓力是來自於各個方向 那剛才其實我當時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我也很擔心 那台灣未來怎麼走 剛才聽到林所長談到了 這個從社會需求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台灣以後未來這個企業創業的過程當中 都可以有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尤其像剛才我們看到 一個生態率商業人公司的那個 徐創辦人所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從裡面撒一個東西來 考慮這個未來的一個需求 那上次在參加一個商業活動的時候 聯討會也提到了很重要 在他們在談 歐洲人在想的是區域經濟 台灣人在想的是 對 全球經濟 所以人家做的是利基市場 我們做的是Mexpernage 所以這種思考邏輯 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會造成整個經濟結果不同 那從剛才就說 我們的這個說明裡面來講 我們大概也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怎麼從社會經濟這個需求 來看看我們業未來的發展 那我想我們把壓軸 就留給我們的經濟月報的馬教授 所以我們現在請馬教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各位先進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盡量這個簡短 剛才聽了各位的很多的高興 讓我的確有很大的收穫 不過呢 我的基本的疑惑 並沒有消除 其實我真正開始接觸社會企業 當然這個名詞聽到很久 但認真去思索這個問題 或者去了解它的內涵 應該是去年十一月 去年現在大概剛好半年左右 但是從我開始接觸之後 我參加了很多這樣的這個論壇 和研討會 大家談的理念 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可是再重點我想 剛才從一開始的報告到每一位的這個分享 我想我們大概都碰到了幾個名詞 一個名詞叫做社會企業 一個名詞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C.S.R. 那另外一個名詞就是剛才這個 徐聰有提到公平貿易 那也有人提到就是員工的這個福祉等等 但是在這些問題都提出來之後 各位也沒有想過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或者他們到底是講的是同一回事 還是不同的東西 我想我做一個大概的釐清 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個概念 它基本上是被企業的一個額外的要求 就要求企業要提出來一個 社會企業責任的報告書 然後在國安他會由這個機構去審查 去判定它是不是合格 但是這種事情我想 一方面它的內涵主要局限在比如說環保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一些社會爭議等等 但是它的面向其實還不是非常的周全 它只重視了幾個我們認為比較重要的部分 而且能夠做一種工作或者感受到壓力要做這樣工作 通常都是怕國性的大企業 因為它要夠大 而且它在譬如像歐盟、美國有很多的業務 它都會感受到他們的壓力 才能被迫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真正做這樣的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 這個數量是很少的 但是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像我剛剛所說的就是 它真的讓人一聽就非常的憧憬 可是你認真了解它的內涵之後 我想突然知道 它是一個定義非常狹窄的東西 它大概具備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就是它要跟社會服務性的工作 要直接能夠聯繫 所以它可能是做環保的 或者做油漆的動作物的 或者是做失業的員工的載就業等等 但是從事這類工作的企業 在整個社會裡面所占的比重 我估計大概是一萬分之一 數量非常之少 而且其中多半都不是很成功 而社會企業的另外一個要求就是 具有非常高度的社會主義的色彩 就是它敵視獲利 它對這個企業或者要求它不能賺錢 或者要求它賺的錢不能分配 或者要求它賺的錢只能有一部分保留 保留的部分時候擴大在投資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把過去的NPU這個機構 就稍微做一點轉化 就是給它放大了一點空間 讓它可以去賺錢 但是你不能夠賺錢 你只能夠賺一個很小的錢 你只能賺到一個 剛剛好可以生存的錢 或者剛剛好可以維持的錢 所以這兩個限制下去之後 它基本上是把社會企業這條路 給它架死 它根本不可能發展 另外一個是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其實一開始我們都認識 先進國家用來壓榨 壓迫日後國家採取的手段 比如說你的勞工 一定要得到怎麼樣的一個基本待遇 然後你的產品我才可以買等等 當然這個我們如果從比較 我們說比較正面的角度來解脫的話 它的確是希望利用市場力量 來強迫每個企業都善待它的員工 可是你剛剛看到這幾項 社會企業那個狹窄的範圍 我覺得不值得我們開一個論壇來討論 因為它實在不但是現在少 而且將來也不可能多 像Persona這樣的公司 全世界大概就是我們幾家而已 而且我認為這條公司 它真正的成功 不是它經營的業務 而在於那個創辦人 它本身它有非常靈活的一些思維 找到非常好的商業模式 所以它成功了 而這樣的天才全世界找不到 你找到第二個人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正 還是關注在社會企業這個狹窄的範圍的話 我覺得今天這樣的討論其實是一場浪費 眾多的人結合在一起 台語根本不可能有結果的東西 它實在不值得 而對企業社會責任就是 如果到最後我們透過外界的壓力 對外國的壓力到最後也只是強迫一些大企業 它不得度去寫一個社會企業責任的報告 而且為了寫一個報告 它就像這個許創辦人去買發票的話 那麼這樣的東西 又值得我們這個地方討論嗎 實際上也不值得 尤其我們看到社會企業責任 推了大概有20年 那它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元件雜誌 每天辦一次評選 然後給某某幾個企業 然後給他一個獎 而我最近碰到的一個企業 他非常不負負 他說他花了幾年的時間 把所有他們的評審的要件 全部都努力地達成了 最後他送去 他說他不可能獲獎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金融業 金融業有原罪 所以連見了這個評審談 只要你去金融業 你就不必談了 你就出去了 所以這樣的一年 有幾個企業得到一個這樣的獎 他對這個社會的責任 有什麼貢獻 我就說呢 我認為沒有貢獻 所以我認為 遠見這個獎 也許這幾年就不辦了 那麼我們今天談了 這麼多的問題 這麼多的企業 這麼有心做這樣的好的事情 難道都白費了嗎 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這是我從去年十一月開始 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今天台灣這個社會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善良 都非常的慈悲 而且對於環境的這個保護 越來越重視 而是台灣的人 都達到了這麼好的品質 可是他們的企業 並沒有達到這個品質 大企業也許為了它的形象 為了社會責任這個要求 它也許做得還不錯 但是在一兩百萬家企業裡面 大企業只佔多少家 而剩下的一百多萬家 中小企業 它也不會受到外國的壓力 它也不需要添一個 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告 它也不可能是去做 這個社會服務工作 這一百多萬家的企業 都被我們遺漏 它都不在我們關懷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即使我們非常努力 我們把社會企業這個理念 弄得全社會都知道了 到最後台灣的社會 不會因此得到任何的幫助 可是我基本上認為 台灣的每一家企業 都應該變成好的企業 變成社會企業 但這個地方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好的企業 會等於社會企業 因為社會企業把定義 聽得太狹窄 所以我從去年十月開始 我就覺得我們面對 今天這樣的一個企業 企業做盡壞事 企業不斷地破壞環境 企業不斷地剝削員工 企業不斷對出黑心商品 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 我們好像應該要求企業做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求它 變成一個社會企業 或者要求它提一個社會企業責任報告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有點 這個調子拉得太高了 那個調子對實事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就依照我的自己的理念 我就做了一個很大膽的一個嘗試 我說我們自己重新為社會企業定義 這個定義要有兩個要求 一個要求就是 這個定義要達到我們社會對企業所期望的那個境界 而第二個目的就是我們希望台灣的每一個企業 不論它再小的企業 它都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我覺得如果這兩件事情可以做到的話 我們在討論社會企業才變成一個真正有利益的事情 而且我們會真正為全台灣企業 第二個面向就是它必須要是一個幸福企業 所以它用盡它各種的可能 讓企業內部的所有的人 尤其是员工能够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工作环境 第三个面向就是他必须要是诚实的企业 他不许做假账 而且他不许做黑心商品 他做的每样东西都是公开透明 可以让大家来检视 第四个面向就是他应该是一个绿色企业 他从他的内心爱护平手 所以他不许做破坏环境的事情 第五个企业就是 他要跟他的员工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学习 我们就列出来这五个面向 就是慈悲 幸福 诚实 绿色 成长 然后我们把这五个面向 当作是对社会企业的基本定义 如果一个企业在这五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准 我们就说他就可以变成社会企业 他不需要是经过哪一个国际机构 怎么样去认定 他也不需要是真的只限于做哪些工作 而且他赚钱赚的越多越好 因为他赚钱赚的越多的时候 他拿出来可以分享的资源就越多 我们后来就说 我们干脆就定一个公约 我们去争取台湾的每一家企业 都来加入一个公约 加入之后我们要做了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请非常有公信力的分业机构建立一套认证系统 这个认证系统就从五个面向上去认证它 你哪一个面向做到什么程度 哪一个面向还不足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要建立另外一个系统 就建立一个社会企业大学的交易系统 我们从它不足的面向上去找那些成功 有成功经验的企业家专业者来帮他上课 引导他 让他的这个不足之处都可以预理不起 这件事情呢 我们从去年十月开始 有这样的这个讲法 今年四月正式开始来飞动 而飞动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 所以为了要减少这个 它不成立的困难 我们向新北市申请成立基金会 需要五百万的基金 所以目前我们开始向各界募款 但是募款的时候 头一个捐款者提出一个要求 他说不可以捐大钱 每家企业只能捐十万 既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我们这两个月时间就在努力 在争取这五十家 能够捐到五百万 目前的情况是 大约根据我们估计呢 应该是有四十二三家左右 有些前移到位 有些是成功捐款 而且其中呢 有几家呢 是像老中国姓托 像台湾大哥大 像富邦 他们都是一次就好几家就加入 因为他说这个十万块实在太少 实在拿不出来 所以他说他们集团就多几家加入 就让他金额可以扩大到二十万三十万 而这个基金会 我们希望在这个月可以成立 成立之后呢 我们就从刚才这两个方向 一个是建立一个企业的这个文理认证 另外就是我们同时按照企业的要求 我们希望建议职业文理认证 就是把今天的这些年轻的 刚毕业的学生 他进入职场的一些基本的品格的要求 基本的一些职场的这个伦理 透过一连串也许是半年的训练 希望让他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认知 然后把它推荐给其他人 但是除了这两者之外 我们已经开始做另外一件工作 就是刚才好几位这个大企业的代表 都提到一件事情 尤其台积电 就是过去企业在回馈社会的时候 他就是把一笔钱捐出来 或者他的这个员工去当事工 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来发挥这个帮助落实者的这样的作用 可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其实今天呢 你有了钱或者有了物资 有了志工 他是不是能够把帮助弱势者的工作做好 里面欠缺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刚才台积电已经提到 就是专业 其实刚才 PZONA的这个局总经理 他也提到 就是我们需要 把一群有专业的人 拿来去运用这些资源 在正确的对象上 这样的话也许五千万 它发挥的功效是好几亿 所以我们的第三个任务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由我们自己开始 去串联出来一个公益平台 这个公益平台负责把这些 另一面回馈的企业 他提出来的这些资源 整合在一起 然后真正把每一个企业 所能够提供的专业的这些才能 集合在一起来共同运用 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基本的工作方向 这个方向 事实上可能把刚才各位所提到的理念 都可能尽量都融合进去 而这个方向 它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全台湾的企业 都变成我们这个定义的社会企业 而它们全台湾企业都变成这个类型的时候 企业的时候 它有几个功能会发展出来 另一个功能就是 环保工作 像刚才徐超美人所讲 它完全内部化 它不再是因为政府的抽查 或者政府的惩罚 它就做这样的事情 而是我们希望它发生内心 它爱这个地球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每个企业 都很幸福企业 所以将来全台湾所有职场里面的受货者 它的每一个工作的环境 都是我们觉得很满意 让我们的子弟可以很高兴 很幸福在那边工作 它是如果所有人 所有的企业都把它的一部分资源拿出来 有的多有的少 把它合在一起有效利用的话 我相信台湾的落实者 没有任何一个会议 他们全部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 所以这个理想 我觉得也许以今天台湾人的条件 以台湾人的善良 慈悲台湾人的教养 我觉得台湾人所组成的企业 绝对是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我们真的在台湾 让这件事情成功 让台湾变成一个标杆 而这个标杆 就会把台湾成功的经验 配向全世界 所以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 也跟各位发出我们的呼声 希望更多的企业愿意响应 让我们能够早日把这些活动都正式的展开 我相信一旦展开 它更在整个台湾社会所发生的这个回响 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谢谢各位 我们先非常谢谢马教授的议员 把这个针对他对着我们社会企业的观念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也预祝这个基金能够赶快成立 让所有的企业能够除了在表面上的社会企业以外 真正从内心来发展出一个平和的标准出来 那因为今天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也要把我们的最后的一个主着 我们给黄主任 请主任们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 来 各位先进 我们讲不懂得多 不要再讲话了 那刚刚最后替这个 法老师代替 我想让我们上一次跟法老师 比较深入谈 就是包括他刚刚的谈 是在事业分手 然后我们在徐州的职堂办理 那我们因此给你讲说很深刻 马老师说他来跟我们讲一下 他说因为写了一篇文章的骂内政部 所以他到内政部去一下 我们想说他去了就不会回来了 又没想到他去了又跑回来了 继续一下跟我们谈计社会企业 一件事情 不知道马老师还记不记得 当时请教马老师是一个很内心的 我说马老师 你会花多少时间 在从事这样子的工作 马老师很有自信的说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 没见到很重要 但是社会企业 我会在我的以下的背景 我最大的前来推动 事实上我想今天我们开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虽然我们政府有很多的困难 刚还没开始之前 我就跟徐州经理叙旧 可能有一点忘记了 是在我在台北市1996年的时候 因为是负责徐州的工作 所以我总督在台湾推动 所谓的总督商品这个工作 当时我们也推出所谓社会券 希望我们透过财产行政权 让这些经济的努力 有机会可以在社会上 进入主流的体制里面 当时的总统是 当时的市长是 陈隧变市长 那我去跟他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说 市长就像你三级平日 有机会被市长 有经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市长变总统 现在变得接下去 紧接着 这个陈市长离开来以后 就是马市长就接着来 那我继续来跟他推销 这个官邻 所以马市长也很接受 所以继续推动 所以在他的市政台比书里面 列为重要的政治方向 他乘起而始派变了总统 现在也落入非常大的困境 那我就觉得 我自己在这个国关系统工作 你也看到真的很多人都很有理想 可是当这个氛围改变的时候 其实他的实践的可能性 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所以当时我们在推撒平计划的时候 当然也有跟很多企业的现金 所谓的有钱人 我们大家都在讲说 有没有贫穷经验 然后有一个大老板就说 不敢讲话 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贫穷经验 所以跟大家讨论贫穷经验 他觉得非常心虚 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是进入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讨论社会企业 其从刚各位先进的发言里面 大家确实也会从自己所熟悉的思维 去思考怎样的来发展 不过不管怎样 大家都很希望能帮助我们台湾这块主席 所以我借你给大家秀一张头影片 这是我们在日夜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社会企业的发展的变情企划 它是透过合作社的形态 由年轻的朋友回家去务楼 但是各位要注意 因为它的务楼不是我们传统的务楼 所以刚刚在各位表达意见的时候 我们敲家人给各位送了两本 我们的台湾的杂志 一本是看到社会企业 那在这本社会企业里面的112页 有这个日夜谭的这个 运夏头作社相关的报导 各位有机会可以看 那我要跟各位报告是因为 因为刚刚大家谈了很多 我说我们都爱物色快土地 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场域 可以让大家的理解 就在我们台湾来实践 那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顶半的代表值 它也充分引进的商业获利的模式 进到这里面 所以它们所生产的农产品 也已经外销到美国其他几个地方 上了Costco的这个通路里面去 开始卖它 它的品牌就叫台湾 如果 如果 你到我们台湾的全年社 也可以去买到它 比如说看 美人星 就是金真花的那个金 但是它目前量还有限 所以有时候买不到 那我要提示说 这个最近 因为我们职讯局很希望 让那些年轻人也可以回乡 到农村里面去提供一些新竹 过去我们分到很大一大亏 可是在台湾农夫这个场域里面 我们看到非常大的机会 有很多年轻人说 我要到这个地方才做事 他不是拿锄头 到台湾农夫的场域里面去更提 他是学ICG的 他就用ICG的专业指示 进到台湾农夫 有这样子的场域里面 他的专业指示 在这里面找到一个实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 除了有当地的年轻朋友参与局来之外 包括有台大很多国立大学的年轻人朋友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进来 除此之外 我们来自于新加坡 香港等等这些国外的年轻人 也说我也要来参加这个计划 所以未来在台湾农夫世界台的 都不用了 因为到国外农场去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希望能够做到的 就是说有机会跟国际的人是接触的 那我们在这个日南深大佛国 未来就是一个国际村 就是你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里面 接触到国际的文化 我们觉得像类似这样子的经验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有机会来掌揭 我们都很支持也很佩服大家 往社会企业的这个方向来提供 各种各种的这个事物 那刚刚今天一早的时候 我曾经提过说 我们现在 因为我这个开了杂志的最近几集探长 从社会企业 然后上一集是讨论这个师徒制 这一集呢 刚出来了讨论这个行动服务 那其实呢 我是希望把这些师徒制的精神 把行动服务台湾的强项 能够放到社会企业 那我下一集要讨论也是新助理 我希望把上面这些东西都用在台湾的新助理身上 那新助理46万呢 有机会不是只有立足台湾 我们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在亚洲地区 我们郑大就有一位这个新助理 他在加盟这个东南亚的人 最近我们就希望跟他来合作 怎么样子呢 让我们现在第一代的新助理的 所生产的第二代 目前最早最早已经到了大学 三年级 大概快毕业了 那现在最多是在小学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走一个十年的计划 说这些朋友呢 是不是可以训练出来 有机会透过商业的模式 让他们到东南亚这一块新兴的社会里面 去展现出事业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努力 那这些呢 其实我们会这样想 都是因为台湾有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 非常的谢谢这个CPC安排 那刚刚这个徐总经理 拍了很多很多的想法 这个我们这个马老师说 可能全世界只有这一家 那我觉得呢 也许全部做可能只有他这一家 但是呢 我们不能完全学他 对不对 我们台湾也有台湾自己的主体系 也有我们自己的本 本地的特色 我们会把这些特色组合起来 我们会发展出自己和他 那我们觉得很有希望是 因为台湾民间的活力 让我们非常的兴奋 而且觉得说 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 而刚刚各位先进 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起出一些想法 然后让我们会觉得说 诶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努力 那因为 呃 这个礼拜天呢 我看了一本书 作为我今天的一个想像节目 这一本书呢 是跟我们资讯集最近讨论的 很有关系就是所谓外华 因为在四方报 他集结写了一本书叫做陶 逃逃逃的逃 那因为是他们发现说 台湾很多人的爸爸 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他不喜欢的时候 他想要放工作 刚刚我们爸老师讲说 我们要幸福起源 那个市场好像离很远 所以他们就选择要逃逃 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先进就提 概念说 为什么要逃 选择工作权是自己 那我不要在这里跟老板共事 我要换一家老板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规范 所以他就变成是逃 他说什么叫逃呢 他说只有叫逃兵 逃税才叫逃 那逃兵为什么叫逃 因为他是兵役 他是一个役就是一个役物 那逃税呢 税也是役物 所以逃 人怎么会叫逃呢 后来我请教我们同事说 人家说人家是逃跑外 他说我没有 法律用语没有 只是大家一般社会大众 说我没有逃跑外 他说我没有行众不明 我想说好像五十步跟百步之差 所以我们内部我会 下一车也会开始去触碰这个事情 那我谈这个主要就是说 其实刚刚大家的用语 我都非常认证在你提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说 不要去当义工啊 应该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听到义工就说 难道我们去做这些法庵 都是役物工作吗 不要像刚刚老师讲 其实他是由外而内 他是一个外加强制的英伪的行为 而今天我们要追求的社会企业 应该是制工型 他是一个愿违的 是由内而外 产生出一个内然力 那我觉得台湾因为有这个 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 而且时间要拉长 不过我想没有关系 台湾本来就有很大的机会 就应该更长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思维 是不是说从内而外 刚刚大家也听了 有一些前例也比较特例说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社会企业 其实我们每次开车会 都有这样的普通会出现 然后他以后就做语言还要更好 因为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他很新鮮 然后就开始就有很多 可以想像的这个空间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觉得 可以让社会企业 很有希望的一个心情 所以今天再一次呢 对于各位的道理 也是对我们这么多的高见 我们祝福大家 就是我们社会企业 所以这个努力可以非常非常顺利 大家都拍摄 台湾这一块 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社会企业 有下谢谢 谢谢 李老师来的问题 一分钟是 一个就是 我希望各位看一下 刚才这个大事 第76例 就是上次 头一次 这个主任讲 跟一些其他的专家 在沟通的结果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非常希望今天在场的全部 都能够支持我们的经营会 所以我会向这个主办单位 要各位所有的意外 要把我们的相关资讯 都给各位 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看一下 看是不是对这些统会 有多难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那因为实在是 时间已经超过太多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 这次研讨会 那也给了我们这些 这么多宝贝的意见 那我们是外面有的准备 我们有准备的餐盒 那你们可以留在这边吃也可以 或者是带走也可以 那我们希望说 后续有机会 大家能够针对这个议题来做的合作 好 那今天我们研讨会 1 2 3 3 4 4